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总理默克尔 法国总统马克龙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和印度总理莫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习近平将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8% 是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美国的一倍多 习近平的讲话因此可能会对控制气候变化的未来全球努力产生很大的影响 拜登总统邀请世界各国40位领导人参加这次为期两天的分会 在此之前 拜登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上星期在上海与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谢政华进行了会晤 白宫21日说 预计拜登不会与任何世界上其他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 这是拜登1月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习近平与拜登的首次同时露面 振奋这两个经济强国因中国收紧香港自治以及在新疆残酷对待维吾尔人等一系列议题而关系持续紧张之际 但美中两国显然在减少气候变化方面找到了共同点 全球气候变化分会是拜登恢复美国领导Divin的努力的一部分 他的前任特朗普对气候变化议题不屑一顾 特朗普让美国撤出了2015年签署的确定全球碳排放上线的巴黎协议 拜登就任后立即重新加入了协议 拜登政府官员说 总统可能会在分会期间宣布采取措施 终止于加利福尼亚州就汽车尾期排放规定而产生的法律纠纷 这个规定可能会让国家限制汽车尾期排放的标准更加严格 巴西总统波索纳罗要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以换取巴西将亚马逊热带雨林的砍发减少40% 普京在21日对俄罗斯政府发表的年度讲话中说 他计划在未来30年中将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降到低于欧盟的标准 并计划提高对工业污染的罚款额 普京在谈到西伯利亚的克里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兹库兹克这两个地区 去年大规模的有毒物质泄露事件时说 你如果从自然中获利就自己去清理吧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员会通过两项新疆人权议案 美众议院外交会通过两项议案 其中一项旨在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强迫劳动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 另一项谴责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种族灭绝行为和反人类罪行 众议院外委会4月21日下午 以口头表决方式 无意通过编号HR1155的防治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以及编号HRES317的决议案 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士 格雷格里·米克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发言说 尽管中国当局试图掩盖其暴行 但愈加清晰的是 针对维吾尔人新疆人民的持续虐待已构成了日内瓦公约对准族灭绝的定义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为委员会的回应进一步增加了实际威力 这项法案将禁止从新疆进口货物和商品 并对中国少数民族执行强迫劳动的官员施加制裁 同时呼吁制定外交战略应对该地区强迫劳动的问题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 吉姆·麦格尔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克里斯·史密斯共同提出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包含一项可反驳推定 即所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的商品 皆被推进为由强迫劳动执造 除非提出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能推翻这项推定 否则一律禁止进入美国 法案还授权美国总统对在新疆 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民众 强制劳逸的任何人实施制裁 要求被列入名单的美国公司 公布于有关中国公司和实体接触的财务情况 今年才刚上任成为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的 民族党众议员米克斯表示 委员会的职责是必须在通过的每一项立法中 纳入商业、经济、环境和战略等多重考量 但最重要的是 不能在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上 做出任何妥协 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迈克尔·麦考尔 在审议会议上致此时出示了一张照片并说道 这正是现在真实发生在中国的景象 你现在看到荧幕上的这张照片 显示了种族灭绝的恐怖真相 数百名维吾尔人被带下火车 带上镣铐 门上眼睛被带进拘留营 我们今天和明天都有道德义务 承认这些是事实的罪行 种族灭绝 中国共产党正在密切地关注我们 今天在这里做的事 事实上全世界都在看 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和他的前任 蓬佩奥都已表态 正在中国发生的是种族灭绝 麦考尔众议员说 现在是时候美国国会该进一步行动 对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种族灭绝 和反人类罪行发生 这两项与新疆人权有关的法案在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后 接下来将提交到众议院全院等代表局 去年9月 上届国会众议院曾以46票比3票的压倒 多数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但直到国会进完 这部法案在参议院并未取得进展 另一届国会开始后 麦格尔和史密斯等一众两党众议员 今年2月重新推出了这部法案的更新版 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和来自俄罗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莫克林 已于今年1月联媒推出了该法案的参议院新版本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澳大利亚取消维多利亚州政府的一带一路协议 路透社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4月21日取消了维多利亚州政府 与中国签署的两项一带一路倡议计划合作协议 引发中国的不满和警告 根据澳大利亚一个新的程序 澳大利亚外长培恩有权审议澳大利亚州政府和大学 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协议 培恩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决定取消四项协议 包括维多利亚州政府在2018年和2019年 与中国签署的两项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培恩说 我认为这四项协议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或不利于我们的外交关系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 澳方此举是针对中国的又一次无力挑戒行径 他再一次表明澳方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 势必对水不损害 也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前任科恩布尔都拒绝与中国签署国家级别的一带一路不得备忘录 但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在2018年和2019年与中国发改委签署了两项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第四个新闻之件事 日本首相菅义伟称 日本不会军事介入台海冲突 美国和日本领导人在上周会务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20日表示 日本不会军事介入台海冲突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在日本众议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 一位在野党议员询问日本是否会在军事上卷入台海相关问题 以符合美国对抗中国的军事战略 菅义伟对此回应说 美日声明提到台湾并不以军事介入为前提 另据报道 另一位在野党议员称 联合声明中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呼吁可能会改变局势 菅义伟表示 日本希望围绕台海问题 能通过有关各方直接对话和平解决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 分析人士认为 菅义伟在国会的最新评论 是与政府可能利用对宪法的不同解释 来更自由地派遣军队的建议 划清界限的方式 南华早报还报道说 日本亚西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伊藤玉子认为 菅义伟目前被日本宪法中放弃战争条款 束缚住了手脚 日本宪法只允许其部署军队保卫国家及其盟友 但他也表示 在一些地区 人们越来越担心日本政府过于天真 根据宪法 参与涉及台湾的军事活动是不被允许的 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显然正在加剧 如果我们只是在中国袭击台湾之后 才开始讨论秀宪 那已经太晚了 美日两国在联合中民中提及台湾问题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 中国方面表示 美日联合声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以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日表明严正立场 日经亚洲评论的一篇报道称 中国的制裁威胁可能会考量日本的对台决心 中国近年来不断对他国采取报复性措施 韩国在几年前决定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后 便遭到了中国的报复 韩国的旅游业娱乐业均遭受了打击 韩国产品在中国各地也遭到抵制 澳大利亚去年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国际调查 随后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惩罚措施 中国采取的方式包括限制部分产品进入和施加惩罚性关税 澳大利亚的牛肉和红酒等产品首当其冲 日经亚洲评论说 如果中国打击日本 日本企业可能会首当其冲 菅义伟将如何与日本企业沟通 共同面对政治风险 这是美日同盟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国产疫苗供应短缺 有居民未能及时打第二剂 中国的国产新冠疫苗供应出现紧张 一些地区的居民未能及时接种上第二剂 据路透社的估算 在截止4月19日的7天里 中国日均接种疫苗为330万剂 低于截止4月12日那一周的420万剂 这一对比显示 中国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的步伐 正在放缓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科研公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 郑中伟 4月20日在博物论坛年会期间 接受党媒人民日报旗下报纸 环球时报采访时 谈到目前中国疫苗供应问题 郑中伟说 目前来看国内疫苗的供应相对偏紧 但是5月份 特别是6月份以后 疫苗供应紧张的局面将明显缓解 不过 在环时报道的采访中 郑中伟没有说 疫苗供应紧张有多严重 也没有说哪些地区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 以及一些地区的民众 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才可以接种上第二剂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委员会 新闻发言人米峰 4月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接着目前 中国全国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亿剂次 中国国家卫健委规定 灭活疫苗的首剂和第二剂之间 的间隔为3周到8周 中国目前推广使用的疫苗 以灭活疫苗为主 中国的目标是在夏季之前 为40%的人口接种疫苗 米峰称 国家为各省市调配供应疫苗时 已充分考虑如期接种第二剂次的需求量 各地要做好精准调配 确保第二剂次的接种在8周内完成 避免出现打了上针没有下针的情况 据报道 由于中国国产疫苗有效率不高且信息不足 不少中国人对疫苗接种感到担心或是积极性不高 有些地区甚至举行打疫苗抽大奖的活动 以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随着中国优先向重点省份供应疫苗 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扩大了疫苗接种力度 将外国人纳入疫苗接种范围 一些城市的接种速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路透社报道 中国首都北京已经为其2150万人口中的一半以上接种了疫苗 好了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见